苏欧武器设计不人性的原因 苏联和俄罗斯的武器设计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不人性的 无视士兵和平民的生命安全 只追求武器的简单、便宜和数量 相比之下 西方的武器设计则更加以人为本 注重士兵和平民的保护 提高武器的精确、高效和质量 这种差异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首先 苏欧武器设计不人性的一个原因是 苏联人认为士兵不值钱 只是耗财而已 这种观念源于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即一切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 个人的生命和权利可以牺牲 在苏联历史上 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如斯大林时期的大星系 二战时期的人海战术 阿富汗战争时期的强制征兵等 这些例子都显示了苏联对士兵的末世和消耗 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和伤残 因此 苏联的武器设计也反映了这种观念 不考虑士兵的舒适和安全 只追求武器的数量和威力 例如 苏联的坦克设计就忽略了成员的生存空间和逃生装置 导致坦克被击中后很难生还 其次 苏欧武器设计不人性的另一个原因是 苏联和俄罗斯缺乏对平民伤亡的责任感和法律约束 这种情况源于苏联和俄罗斯对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无视或虚解 以及对自身行为的掩盖或否认 在苏联和俄罗斯参与的多场战争中 都有大量证据显示其使用了非人道或非法的武器 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 例如 在阿富汗战争中 苏联使用了地雷 化学武器 白铃燃烧弹等武器 在车臣战争中 俄罗斯使用了燃料空气炸弹 极数炸弹等武器 在乌克兰战争中 俄罗斯使用了极数炸弹 温压弹 白铃弹等武器 这些武器都具有杀伤面广 难以区分军民等特点 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 然而 苏联和俄罗斯却往往否认或掩饰自己使用这些武器的事实 或者为自己辩解或指责他方 最后 苏欧武器设计不人性的还有一个原因是 苏联和俄罗斯缺乏对武器技术创新和质量控制的重视和能力 这种情况源于苏联和俄罗斯对科技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落后获释去 在苏联时期 由于计划经济的僵化和封闭 以及军工部门的特权和腐败 苏联的武器技术创新和质量控制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影响 在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的武器工业也遭遇了严重的困境和挑战 如资金断裂 人才流失 市场萎缩等 因此苏联和俄罗斯的武器设计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不注重武器的精确 高效和质量 只追求武器的简单 便宜和数量 例如 苏联和俄罗斯的火箭弹设计就缺乏制导系统和安全装置 导致其精度低 物伤高 综上所述 苏俄武器设计不人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苏联人认为士兵不值钱 只是耗财而已 二是苏联和俄罗斯缺乏对平民伤亡的责任感和法律约束 三是苏联和俄罗斯缺乏对武器技术创新和质量控制的重视和能力 相比之下 西方的武器设计则更加以人为本 注重士兵和平民的保护 提高武器的精度高效和质量 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战争理念和文化 也影响了两种不同的战争效果和后果